人乳头流状病毒,HPV与宫颈癌的发生息息相关,HPV感染,并等于宫颈癌吗?打一针HPV疫苗就能一劳永逸吗?根据2018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,宫颈癌和卵巢癌均位于中青年女性发病率的其五位。 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年龄通常从15岁开始,高峰集中在40到59岁,死亡率虽年龄增扎而增高。 迪文告诉记者,中国宫颈癌发病成年轻化趋势,包括初次性生活过早小于16岁,拥有多个性伴侣,长期口服避孕着,期间的不良生活方式。 目前中国宫颈癌防治分为三级,一级预防的主要措施是开展健康教育和室领女性接种HPV疫苗,二级预防是对室领妇女定期开展宫颈癌筛查,三级预防主要是根据临床分期开展时宜的手术,放疗,化疗,击呼吸疗法。 迪文教授直言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性,宫颈癌发病率的上升,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筛查率的提高。 迪文表示,越来越多的宫颈癌,在早期甚至是毫无症状时,就能及时发现并得到有效诊治。 他说,过去70年,美国通过规范的宫颈癌筛查,是宫颈癌先发病率,至少减少50%,死亡率减少85%,对于普通妇女而言,一般推荐每年进行妇科检查,每五年前宫颈细胞学联合HPV检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